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 他曾多次在公开场合扬言 如果当选众议院议长 一定会率团窜台 美媒还爆料称 麦卡锡为拉拢党内反对派议员马特盖茨 许诺后者出任众议院军事委员会 下下小组委员会主席一职 而盖茨本身就是臭名昭著的反华分子 屡次在新冠病毒溯源问题上栽赃中国 还曾叫嚣没收中国在美所有资产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昔日报道称 国会共和党人誓言 要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这让人担心 华盛顿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 可能会进一步步稳定 美国布罗金斯学会外交政策研究主任 麦克尔奥汉龙认为 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 在中国问题上的政治优越感 可能会破坏美中关系 他表示 在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政治攻防上 麦卡锡等共和党人士 可能在加大修理中国上做文章 将拜登的人设定为对华议题示弱 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表示 无论拜登政府对北京有多硬 共和党内的强硬派永远都会嫌不够 他表示 麦卡锡若窜台 政治目的会多于美国的国家利益 跟佩洛西一样 既不负责又不顾后果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李海东 8日对环球日报记者表示 麦卡锡作为众议长上台后 国会与白宫在对外政策 尤其是对华政策的主导权争夺问题上 会相互施压 比拼谁更强硬 最终可能出现 国会和白宫对华政策 总体越来越偏激的格局 白宫近段时间 在对华政策上 显示出一定的柔韧性和灵活度 这为中美关系带来一定的腾挪空间 但麦卡锡和美国国会 显然不愿看到这样的局面出现 因此在对华总体战略上 国会和白宫将会在方式手段上 有更多较量 麦卡锡当选中议长后 在涉台 涉江 涉港 南海 人权等问题上的操弄 可能更高调偏激 接下来 内容 1 2 2 4 4